突然 林心如霍建华正式离婚 霍建华主动放弃小海棉抚养权 女儿DNA结果曝光让霍建华大怒导致这个决定 林心如爆哭说对不起 求原谅 霍建华一句也不说就直接离开 很多女性结婚生子以后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另一半在场 理由是这部分女性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单身了 所以如果丈夫不陪着自己做这做那 那还不如单身的好 但是作为霍建华的老婆 林心如给人的印象是独立 而且不黏老公 从曝光的昔日林心如结婚后去度假的情形来看 你会发现就算霍建华不喜欢阳光 沙滩 海水 林心如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享受 当时林心如自己一个人横幅在水面上 就算没有人陪伴自己 你也能感受到林心如身处水面上的那种 惬意汗自在 当然了 也因为林心如的游泳技术好 所以她在泳池里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什么救生圈 或者其他让危险远离自己的配置 看着林心如一个人度假 一个人游泳 都能那么从容和快乐 你多少会觉得其实夫妻之间 就算结婚了也没有必要在对方不喜欢干嘛的情况下 样样抢求 对于霍建华来说 集会或者经常性的参加所谓的派对 跟他拘谨的性格其实是有矛盾的 但这些年 大家发现霍建华 因为林心如的宽容 刚结婚的时候不陪老婆出席各种活动 随着女儿小酒窝的长大 霍建华在林心如的影响下 变得乐观 也开始合群了 所以你觉得林心如对霍建华的影响是不是很好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